全场欢呼 再来一个 连续中了 现场的三分鱼就下起来了 来了 有了 好 头个 自己来了 来了 走的 再会搞一些花火 我刚想说 我就想了这个词 就是想说这个 是 今天也很期待说库里英会给我们搞什么样的花火 对啊 你看这就算是非常厉害 一个球运球 也是对双球一个控制 是的 然后一个球运球控制 一个球来进行投篮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对左右手的协调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对 是的 是的 然后同时呢 它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距离很近 并没有像它平时投那种超远 一上来要投超远三分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建议吧 可以给到各个热爱 籃球爱好者们 就是你在刚开始 在进场热身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从一些近距离的投篮 也简单的单手双手来感受一下就是对球的掌控 你看库里现在也换到了左手 是的 说明它左右手 哦 没有还是右手 这个角度看 Crystal也是这边可以到了我们所有的篮球迷 篮球爱好者一些建议就是在你日常的训练当中 如果在打比赛或者打一些3v3之前呢 可以先近距离的进行一下投篮 然后找一找球的手感 然后再逐步往后 然后可能到自己日常的一个设程下 是的 它现在是左右手换手在电席投篮 现在是左手 是左右手都在换 我觉得现在现场的观众 每一个人都是 来了一个 上来 拿起手机 莫不转睛的 冰静库里的每一个动作 这个现在开始练的是一个阀球线 今天就是持球 越来越远 你看它越来越远 就像Crystal刚才说的 从最开始最进一步找感觉 然后越来越远 现在已经到快到踩到三分线了 马上到三分了 对 现在是一个长两分的距离 长两分 就是针头这样一个找感觉 去持球 我们可以看库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上球 他自己也叫我 对 它上球其实是左右还是右左 这都是它自己会有些转换 也是结合实战 因为你不知道你最 三分 三分开始了 越来越远 有运一下球 哇 哇 要到Logo上 哇 已经要推到Logo了 要推到中场 我们是从拔球界前一步 看到库里 真的是 一个球一个球 投进退到了现在 哇 Logo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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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这个好 太帅了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 有了 我觉得这个 他感觉再 再 大了一点 但是感觉到 他连中场都投得这么正 这个太正了 这个球投的 每一个球场角都是用技 每一个都这样的 差一点差 他也是很正 他调整一下力度 调整一下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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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真的 真的很正 是的 就是大劲大劲小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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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 我全场欢呼 全场欢呼啊 全场欢呼啊 哦 再来一个 太帅了 哇 连续中了 现场的三分鱼已经下起来了 每一关球都是空心进了 抛头 哦 开始搞花活 哦 弧度很高 很高 高抛 哦 耶 其实空心进了 我们可以看到 布里他是先从罚球线前一步 然后退到了logo 然后再从logo往回投 每一个球都要进 每一个点进一个 才会往前一下一个点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我觉得大家 如果你中场那个投不进去 不要强球了 我就连想到 如果让我一开始 就投一个中场 再投回去的话 估计这一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 太累了 所有的体能都浪费了 是的 真的是 看一下 顾虑下一个 现在就是定点 已长两分 是的 可能三分的结果 对 也是进一个球换一个点 也是先持球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训练师 大概是在一个这个 就是突破分球的这样一个路线上 给库里传的这个球 然后从这个角度 库里接到球 然后运动他一场投篮的脚步 然后就可以把球空心投进吧 哇 每一个都进了 天哪 还有关系 还有打板 哇 然后现在又开始 回头 回头 每一个点位 对 这算是长两分 也是在 也踩三分线 我相信现在看屏幕前 看直播的朋友们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感觉 这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 只有在你现场去看 库里这样的一个训练情况 顶级射手 你才能感受到他顶级射手的 这样一个魅力 太小了 会被他这种出手的感觉 然后包括他的脚步 包括他对每一个篮之前的调整 真的是会被震撼到 真的是 我都想拿个笔记一下 我去记点笔记 就滑了头篮 是的 现在是接球之后 结合一些运球 然后调整 然后进行一个后射步三分 没错 我们感觉库里日常 感觉这是很难的一个动作 但每一场球 基本上都能看到库里 可以进行这样多次变相之后的 干拔三分或者跳投 是的 原来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所以确实说 你平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定点 训练并且每一个都要投进吗 是的 我们可能是有的时候 一个点进一个 然后换到下一个点 或者是一个点进三个 或者连进两个 就不同不一样的训练方式 但是定点投篮 真的是算在热身之后 找到当天训练和或者比较一个感觉 我觉得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也可以让如果有兄弟 或者是朋友 教练帮忙捡球 也可以就是像库里一样 从多方位 然后去分球给他 让他接到像比赛中一样 可以接到球 然后从不同角度来出手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库里的这个私人训练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助理教练 在这里配合他一起的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们平时在日常打球的时候 你可以和你们的兄弟们 然后这样轮换跑位去进行 这样的一个训练也是非常好的 这种头一下 甲头一下 然后虚晃 然后再后撤不投篮 真的看得太痒痒了 还跟他的训练室有一个互动 一个防守 看来防守还是不错的 能让库里 防库里的时候让库里头不进 看来还是 大家之前都在开玩笑 防库里要怎么防 要从他起床的那一瞬间盖起床 不可能 防不了库里 要看库里能不能投进 全场在高盘 让他扣篮 让他蹬 我们的荆州扣将名不虚传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库里一会儿会不会 在抛投之后 展示一个扣篮 和刚刚定点一样 他接球这样投完回去 就是有一个持球 各种变相接后撤步投篮 也是从各个距离和角度 来进行这样一个投篮 我感觉库里每进一个三分 都会点燃现场的观众 每一分 现在到法篮 是的 像这种一对一的私人训练 或者多对一的私人训练 比赛总的行驶 会一个星期会训练 也是要看 因为要看是 像我们有修赛期 然后赛季期间 然后包括赛季 就是赛季前的时候 我们训练的时间是有调整的 但是修赛期基本上 会保持一天至少一练 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可能晚上会专门投投篮 但是主要到真正赛季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一周几次两三次这样子 但是也是以保持投篮手感为主 是的 我知道 首先其实为了健库 也是狂练三分 练了很久 是的 当时也是去了库里的挑战三分挑战赛 然后当时真的是每天为了能在挑战赛上面 可以说就是把平时不紧张吧 所以我就觉得多练 那张一天投一千五百个三分 一千五百个三分 一千五百个三分 就是真的那时候手腕肿的感觉 来看一看 现在要做什么样的训练 45度的定点 然后移动投篮 移动接球投篮 是从45度到就是45度这个区间吧 嗯 就是就要是右翼这个区间 然后进行一个两步交叉步 然后接球了一个投篮 在这个距离之内 看到一些开始加入了一些运球在里面 现在可能接挡拆之后的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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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背后接直接鸡亭跳 干拔三分 加入了一些灯光感觉现场都有氛围了 这个故意灯光爱的 对了 也要防止他们 对了 为了让他感受每一个场合不同的灯光吗 现在是从中场然后快攻转换的时候一个接球三分 感觉他离三分线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现在是运球快攻转换 所以一般像这样的一对一的训练 大概一天会有多长时间吗 我觉得是在六十到九十分钟之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库里是non-stop 就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 然后可能是你看在场有四五个减持游家训练师 这样高强个个人训练 我觉得大概在六十一个小时出头一点 对日常来讲是没有错 但我觉得像这种顶级球形 可能一天会进行两到三次这样 我也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没错 而且据我所知他每次训练 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不停下来 而且不会合力合选 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训练 我真的很难想到 真的就是造就了他的伟大 他已经说是可以算是不算联盟里的新兴了吧 我觉得他能到现在如今这个地步 还要体能这么好 然后手感依旧越来越好的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少不少他每天这样个人的家练和付出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两年处理的年纪增长 他也有在故意的增加上肢的一个训练 上肢的力量也包括进行一些增肌的训练 先要被打了被打 有对抗要上了 一个刺探步 然后去直接进行投篮 后撤步后仰三分 太帅了 是的 感觉当加入了这一套之后 一下就会让我带肠那么感受 真的很像 哇 太帅了 这个后仰跳头真的是太帅了 太滋滑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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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 或者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在弹幕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 包括对于库里的整场训练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都可以和我们的Bursal进行互动 S 非常脸 看到他走到场边之后 接下来会进行哪些训练呢 因为其实之前也是有一些朋友看过自己的训练 其实他们看的真的是一知半解 这可能就是国际的领级巨星 我们同时训练的一些区别 是的 现在我可以看到 就是他把刚刚在右边45度这个 算是边峰这个位置 就是WIN的这个位置 放到了左边 然后进行一些后射步 包括一些持球跑动的一些头 是的 反胯下 其实通过他这些运球之间衔接之后 紧接着跳投呢 包括是三分两分 都可以看到他刚刚热身的时候 他对球一些掌控 对球感这些 其实是有帮助的 在热身的时候用两个球 包括是去激活这样 其实对他后续训练的控球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是的 这就是库里欣欣为我们就是去 也不算演绎吧 就是所以我们示范这个热身前面的运球的重要性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因为可能是时间的原因 哇 现在过几个球 我们现在都走过来了 哇 我身后的观众朋友们的喊声已经把我们的声音所淹没了 半场回去快攻接球 可能是可能是左右对左右的一个脚步 然后去 出现了今天全场训练的第一个失误 空心 这个距离应该是MBA三分线的距离 我觉得要远 比MBA三分线再远一步 更远一些 对肯定是远一步 急停跳投 这个是接手递手之后 你看一个摆脱防守人手递手之后 后车步缓开 再空心入榜 感觉这一套能把这一套弄得这么帅 还这么连贯 你就只有苦力了 想疯狂记笔记疯狂 拍录像 真的是 我要去问问他 带我练练吧 怎么练成这样的 我觉得这几天的中国型全部的一个选择 相信大家最为期待的就是看库里训练的这整个环节 因为大家其实喜欢库里更多的是喜欢上他球场上的妹子 以及他球场下的一个人影 我们在这个训练当中能够穿出各个不同不同样的动作 然后也可以给各样的篮球迷们然后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启示 以及他们训练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学习到的东西 是的 如何成为顶级的射手 就是从日常每一天每一天一个球一天一天这么练出来的 真的是这样 是的 越来越有实感的 有些去看他真的是亲身看他亲眼见到他训练 来看一下现在库里要做什么样的训练 他现在是有一个沟通 是的 应该还是要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我看大家都是捡起了球 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想起MVP的含声 是的 刚刚可能训练过去了二十三十分钟 目的已经是算是大汗淋漓了 是 所以见得他也是每一次训练都全力以赴 又回到了定点投篮 应该是在一个点内要求进多少多少个才能换点 Whistle日常如果练习三分的话 每天是有要求自己肯定要投多少个三分吗 对 在找感觉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会一个点进十个或二十个 然后可能看五个点或者七个点 我就一直投一圈一圈 先库里刚刚从这边投到练一个底脚 再从底脚一点点再投回去 可能就这么一直练一直练 是的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底脚 应该我刚才没有数啊 现在应该不止十个了 对 换点了 零度角头完了 刚刚有没有大家数一下他一个点进了多少个才换的点 是的 如果有七星的皇后我们可以数一下 看他下一个点进多少 对 我可以下一个点数一下 一个 两个 我们可以看他进多少 真的是会换下一个点 四个 哇 这个点好准 每一个都通心入网 都不丢 是 六个 七个 八中七 这样的话应该刚才那个点最小投了三十 二十 二三十 对 我觉得是 现在是第十个 十 哦 十个进几个应该是这样 他刚刚是出手了十次进了八次 是的 我们俩现在有认真在说 认真在学习拿小本本黄系 是的 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今天也是因为时间原因 他可能会缩短一下 在他日常末训练当中 我相信应该不止是 我觉得他一个点进五十个 可能就是 那么几分钟的事 是的 基本上可以看到 弹无虚发 基本上都不丢 而且他拨球的感觉 那个出手走一下 感觉非常好 真的 怎么做到的 就是这样是一天 每一天 这样一个点一个点 一个球一球投出来的 我们Crystal也是非常年轻啊 我相信 今天看完库里的训练之后 在你日后的一个篮球生涯当中 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 气势 真的是 还是很期待今天库里一会儿 会有谁样的花活给我们耍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啊 他在这个NBA赛场旁边 或顺便当时都会 比如说有一些 球员通道投一个篮 或者是 球员通道投一个篮 或者是 对对对对 基地 然后看能不能投进 或者是 我听了 我们刚刚也听到全场 在喊 对 突声很高 说不定今天可能会为我们 送出一记漂亮的扣篮呢 没错 连续投注 没错 其实库里在之前的中国行李 也给我们展示过扣篮 但当时的扣篮 是模仿他的前队友 在中国扣篮时摔倒的动作 非常地搞笑 他故意的 现在现场的掌声 已经响起来了 再给孤里的三分打着节拍 对 石油训练是站在45度 给他进了一个 one more球的传导 找到在底角的他 然后他从底角接球 定点投完 是的 我注意到现场的每位观众朋友们 当库里出场的那一刻 大家都是举起手机狂拍 想记录下这一刻 但是当你真正地 沉浸在库里的试炼当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目不转机 一个都不想做过 甚至还有像我这种 准备拿小本记下来的 我觉得赛场搞不好 真的是有大家有认真记不记的 因为我们现场其实不只是我们的 普通的球迷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还有很多专业的球员 像Crystal 像一会儿要和库里打比赛的 一些小球员们 他们都在认认真真地观看这场 对 视觉胜利 包括没有再来现场的 很多库里的球迷 包括篮球爱好者 可能真的都是有用心地去学习他 是的 是的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真的很有眼俗今天 不用看转身直接投 太帅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比赛 他会不会复刻当年全明星上 跟詹姆斯一样投完之后 不看出手直接转身在踢脚 很有可能 那将也又一个名场面诞生了 9 4 5 8 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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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师抱着一个球到了这半场 我猜他应该会做一个全场跑动的一个投篮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两个训练师正在勾投一个点位 对 我猜他应该是对面零度角出手之后 全速跑到这边半场的零度角 然后投这边的篮 然后可能到45度 可能以全场跑动结合投篮 我觉得也是在他心里比较高的时候出手 因为比赛的时候强度很大 斜头角 两个角全进 太帅了 现在从零度角换到45度 现在从零度角换到45度 只要是进行到一个全场的跑点 ум分一样 好 前场环 él 그러던一条 零度角 对手 好 太帅了吧 而且是照顾到了全场每个角落的观众 全场无死角的跑动 斜对角 然后每一个点都投篮 哇 这一个跑动下来 看库里也很累 真的很累 是 我觉得在观看的各位伙伴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 如果有一个全场这样一个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找两个兄弟一起 我们全场跑动一下 没错 体验 真的是体验一下 库里是怎么练的 刚才那个动作的 Chrystal 你之前在这场训练当中会做吗 会 是很累 是真的真的很累的 就是跑完一圈下来 是不是就气喘吁吁 真的气喘吁吁 罚完我可能都运不出球了 那种 我们不知道 刚才库里只是在我们面前跑了一组 这样的训练 不知道他每天要跑多少组 才能造出今天这样的成就 是一个拔球线的投篮训练 因为拔篮 我们下车的车 就是这个车 我们下车的车 可以 我们下车的车 我们下车的车 就会有一个车 车的车 大家都知道库里的罚球订阅力 在联盟里是充实的高的 所以说他每天要练多少个罚篮 我们不得了也是 但是我们现在 啊 扣篮 啊 啊 差一点点 我们要与扣篮来结束训练吗 还是给大家发福利 有罚篮来平复一下心情 有一个 哦 还要 还要 再试一次 完美 再试一次 啊 差一点点 我现在是沟通一下怎么给他抛这个球 然后还接的更舒服一点 是的 准备好喽 再拔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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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是你的错 一定要是你的错 好可爱呀 是的 头个 自己来了 来了 一定是训练师的问题 一定要是你的错 这球接的不好 但是 也是展示了 这球接的不好 嗯 啊 Logo来了 Logo来了 一次命中 一次成功 要从这边的罚球线头吗 我要在这边走 Let's get it 好远啊 真的好远 后场 差一点 差一点点打到篮筐 很正 差一点点 那不转的吗 在这 坐下去 坐下去 坐下 坐下 又是打到篮筐 打到篮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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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来调整一下手感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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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前仰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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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了 来了 有了 结束之后马上衔接 太丝滑了 从左边45度到右边45度 拉杆上玩 跳高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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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也来示意到了尾声了 嗯 看看是不是这次训练应该是到这边就结束了 回到工业室稍多休息 工业室回到了工业室 回到工业室